上星期已提及,道指美股將會錯過港股 果然,美股近期上升500元,也挺激烈的 主要原因是鮑威爾的無鄰兩可 對於通脹預期、加息、縮表等 都不知想怎樣 反而見到美國的10年債息,也不是很大反應 很負面也不是,很正面也不是 一句半句,情緒的轉變會令美股很激烈 相反來說,港股也跟跌 但港股的跌幅似乎是有步驟 我看得偏淡一點,但又不是急跌 尤其是星期二的時候,新經濟股跌得相對比較急 甚至是新經濟股跌,騰訊、3690、美團等都破壞 這方面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中期業績快到了 這類新經濟股,今年第二季的業績 應該都不太好 再加上以往他們炒的收入增長 就不太好 利潤增長 現在沒有這首歌唱 作為股民或投資者,一間公司一定要盈利增長 不能像以往,收入增長,大數據 沒有這首歌唱 所以新經濟股,我覺得都會立的 偶然可能會有些技術反彈 但是一旦就散了 舊經濟股有些錢 例如941或者5號 去到低位,例如941或者5號,去到45元 是有些技術反彈的 進可攻退了手 股價第一已經跌了很多 第二就是 息率也是高的 我想現在 除了新能源股 或者電動車股 有些空間去炒一下之外 舊經濟股,你唯有長線 順便看看 有沒有收息 如果股價升不下,收息 新經濟股那些暫時都要避一避 因為始終新經濟股 第一擔心中期業績 第二真的有少少擔心 就是美國的10年債息 突然之間 把一聲夾上去 對拉斯德克 對這些股份 影響都會比較大